歡迎來到異色檔 我是DK 今天要跟大家講的是 好久沒有出現的主題 未破解詢案 這個神秘的案件 關鍵在於頭髮的長度 這個就詭異了 案情峰迴入轉 相當的複雜 這是我特地到圖書館翻找的舊報紙 不過可惜的是 其實當年這個案件沒有受到注目 只有找到非常小的報導篇幅 所以我參考大量的判決術與各項資料 好 那就直接開始講這個真實的故事 2007年5月9日晚上9點35分 在高雄鳳山的五福一路 突然有一輛計程車 失控撞到了旁邊的民宅 民宅的底下停放一台轎車 當場也給撞壞了 然後就停下來 之後計程車的右後方車門被打開了 一個男子就慌張的跑出來 然後就瞬間消失在人群裡面 這個男子的長相有兩個路人看到 也被路旁的監視器給錄到 他的特徵就是留著一頭長髮 大概比我還長 蓋耳朵這樣 事後警方根據目擊證詞與影像 就畫出這個男子的長相 就長這樣 然後這是監視器的影像 可以看到非常的模糊 其實根本就看不太清楚整個人臉是什麼 看不出男女 沒有 確定是男的啦 但是就是主要是說 因為他是報紙翻牌的 我等一下 我之後後製會放得更清楚 確定就是有沒有長髮 他已經蓋耳朵的長髮 這其實是案件的一個關鍵之處 這個時候聽到巨大聲響的轎車主 他就從民宅走下來查看 赫然發現計程車的駕駛渾身是血 倒霧在座位上 立刻報警 警察一開始還以為是什麼交通糾紛 結果打開一看 駕駛竟然是被 也就是說子彈是從右後方進去 那就是說那個長髮男子 下車嘛 就是那個人打的 案件就瞬間升級成重大刑案 鳳山警方連夜封鎖現場 緊急採證 司機送到了國軍802醫院搶救 但是後來還是離開了世界 留下了妻子與三名子女 警方認為有一個人特別的可疑 就逮捕了他 他就是林金貴 這個人確實不是社會上定義的好人 他起碼有六次的切到錢客 就是一個小偷官犯 高雄地監署就起訴他 地方法院判決林金貴有罪 要被關無期徒刑 主要的理由在於林金貴因為偷切在2006年12月8號出獄以後 就再也沒有剪過頭髮 所以檢警就找了許多證人 證實說林金貴就是留長髮 那個造型跟逃串男子是一樣的 可是這份判決有很多奇怪的地方 警方他沒有找到案件使用的槍枝 而且林金貴的指紋跟毛髮都沒有出現在計程車上面 偵查隊總共找到兩枚可以辨射的指紋 但是全部都不是林金貴的 因此證據上其實是很薄弱 然後林金貴始終都喊冤 他雖然是一個小偷 但是他就是沒有殺人 於是就不斷提起上訴 經過多次判決 法院一直認為他是有罪沒有方案 不過有個團體注意到這個案件的判決很有問題 那就是冤雨平凡協會 經過努力下案件重新再審 從有罪變成無罪 然後再變成有罪 最後在2008年的8月再翻成無罪 非常的曲折離奇 以下我們就來解說這個案件的詭異之初 方案的重點在於林金貴的姊姊在2015年找到方案的證據 那就是這張大頭照 我們馬上就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照片中的林金貴她的頭髮長度是在耳朵以上 這是在高雄的花雕禮服攝影社所拍下的 拍攝日期就是2007年的3月5日 那計程車事件是在2007年的5月9日 監視器與證人所看到的兇手 明顯就是蓋耳朵的長髮 怎麼可能短短兩個月從短髮變成長髮 就我自己來說 我從短髮流成長髮的樣子 我也留了一年 為了證實這件事情 以科學精神 就找了高雄龍總的醫院做鑑定 鑑定的結果是 在28天毛髮的生長長度平均是10.05公里 就是一個月只長1公分左右 茶器專刊所畫的畫像是披肩長髮造型 根據林金貴在3月5號拍攝的針尖照 則是肉耳朵的西裝頭 龍總就測量他的耳朵到肩膀有14公分 經過換算從大頭照到案發當天 頭髮生長長度應該會長了2.369公分 怎樣都不可能變成監視器影像 不明男子長髮披肩那種長度 對!講到這裡 有很多觀眾一定跟我想的一樣 會不會兇手有帶假髮 那就有可能是林金貴了嘛 法務部調查局 根據監視器的影像去做比對 結果確認是監視器的 他應該是高角度 然後用廣角 畫面已經變形了 所以沒辦法去推算他的實際身高 五官身形也太過模糊 沒辦法確認這個人是林金貴 也沒辦法判斷他有沒有帶假髮 非常可惜就是沒辦法辨識 可是站在檢警的角度 他們必須找到林金貴是有帶假髮的證據 比如說我就是真的特別找到那一點假髮 那你就會說這個是有證據的 沒有找到假髮 沒有這件事情 他有沒有帶有假髮的事故? 沒有 不過根據中研院一名博士的意見 他有一項特別的技術 就是使用2D影像 轉換成3D模型的一個臉部辨識科技 所以就是利用這個技術 套用在這個入口監視器的畫面 因為我們剛剛不是說 監視器畫面非常模糊嗎 反正他就是有這個技術 然後再跟林金貴的大頭照相比 同屬一個人的機率是32% 不同人的機率是68% 也就是說 現場監視器錄像錄到的人 是林金貴的可能性偏低的 再來是 計程車的司機的財務都沒有遺失 而且林金貴跟司機是完全不認識 等於是他沒有動機的 然後也沒找到強制 沒有找到任何人 任何的監視器 有看到林金貴有坐上這台計程車 那車上有一枚掉落未即發的沁劑 沁劑上面同樣也沒有林金貴的指紋 那車內有一個飲料品經過DNA比對 也都不是林金貴的 這個案子還有一個爭議的地方 就是林金貴在案發後一個小時又五分 有在台南市的家裡區使用電話的記錄 可是這個案發地點在鳳山五福一路 所以爭點在於有沒有可能一個小時內從鳳山移動到台南家裡 林金貴雙手一探索說 我就是沒辦法這麼迅速移動啊 這個就是他的一個不在場證明 那有一個刑警就說 為了親身測試 在晚上九點半從案發地點開車 在國道一號五甲系統的交流道開上去 然後在麻豆交流道開下來 時速100公里只花52分鐘就到了 可是後來法院認為 你這個刑警的測試就是只有你一個人在開車 旁邊也沒有任何人在看 也沒有任何的測試紀錄表 這也不是偵查犯罪職務的正式查證 所以證明力薄弱 況且案發地點到林金貴講電話的距離 總長是77.5公里 如果依照路線用Google地圖去規劃的話 需要一小時又22分鐘 而且你沒有加上不明男子在犯案後 他先徒步跑離這個計程車3分鐘 然後要逃離現場也要躲避目擊者的追趕 然後再去找交通工具 就已經花了很多時間 要火速趕到台南 不可能只花一個小時又5分鐘 他原本案發地點是在高雄的五福一路 那在10點40分的時候呢 這位被告林金貴先生 他在台南縣的家裡正建南街29號這個地方 其實是有一個通聯記錄 所以現在的關鍵就在於說 到底我們案發地點到被告1小時5分之後的發掛地點之間呢 到底有沒有辦法抵達這個位置 抵達台南家裡正的這個建南街的位置 那其實呢我們的原判局呢 他只用了一個證據就是這個 當時的警員王超明是承辦的原警喔 到1年以後他在高雲的證實去說 這個時間呢他有測試過大概50分鐘 但是卷證裡面是沒有任何客觀的這個紀錄 當時最高法院就以這一點 說你沒有客觀的紀錄 是沒有辦法證明這個50分鐘的 是我們發現這個更衣神的卷裡面呢 其實受命法官自己 他透過這個Google的系統呢 他直接去輸入以後發現呢 從案發地點呢到這個被告的這個發話地點呢 其實需要的時間是在這裡有顯示齁 是要1小時23分鐘 前面有說到有兩個路人 募集到逃逸男子的長相 甚至其實這兩個人是有騎機車去追上去 只是後來這個不明男子 轉身就揮舞了手槍 兩個人才停止追凶 不過警方沒有在第一時間讓他們 職任兇手長相 而是在整整5個月後才請他們到警局職任 然後警察就拿出4張照片 其中3個人是不相干人士 那第4個就是林金貴 所以就請這兩個募集證人請他們職任說 你們當天看到的人是誰 不約而同都指出林金貴就是犯人 我們來看就是這張 欸 看我 大家應該有看出就是問題點在哪裡 這4張照片中 唯獨林金貴的影像是戴手銬的遠照 其他3個人影像卻是大頭照 那這就高度暗示林金貴是有罪的 會誤導證人的記憶 是不符合職任嫌犯程序要點 也就是說在心理學上 就是這個人特別顯眼 你很有可能就會選他 還有這兩個募集證人 其他就是剛剛有講到騎機車追趕 照理說你只能看到背後 而且你在晚上追 男子的五官依照常理判斷是看不清楚的 加上男子最後有對他們揮舞手槍 其實他們注意力會聚焦在手槍上面 這個叫做胸器聚焦效應 你在很緊張的狀況下 記憶是會污染的 那除了這兩個募集證人 其實當時還有一個秘密證人 A1 A1只是一個八歲的孩子 在不明男子逃走的時候 剛好遇到A1 這個孩子就有看到側臉 距離只有兩公尺而已 在案發一個月後 警方有找A1來指認嫌犯 結果那個孩子卻說 那天晚上看到的是郭姓男子 並不是林金貴 後來才查清楚 郭姓男子有不在場證明 沒想到案發在十個月後 警方又再度找來A1來指認兇手 這一次這個孩子 就指認林金貴是兇手 那這非常不合理 因為A1看到兇手的臉 就只有短短十秒鐘而已 又是晚上 又歷經十個月 平常人已經很難記得 擦肩而過的人臉 怎麼一個八歲小孩的模糊記憶 可以成為重要的證詞 你會不會覺得不合理 還有A1在第二次指認的時候 突然就沒有錄音錄影 所以程序上 真的有很多奇怪怪異的地方 更何況呢 這個指認呢大家可以看到 他是在案發以後 整整五個多月以後 才進行的指認程序 當時林金貴已經落網 林金貴落網以後 他們用一個非常暗示性的 因為你看 這個照片一二三四 大家都是大頭照 只有林金貴顯示是 手扣在後面 這個其實已經違反了 相關的程序規定 而且呢 是兩位證人 三位證人 這些證人都是用同一個 同一個指認的這個紀錄表 彼此是可以互相去確認的 這個是完全不符合 當時警政署的指認規範 而最後終局之戰 又要回到頭髮長度的爭辯 我們再回去看到這一張大頭照 我們前面有說 就是2007年3月5號拍攝的 那法官質疑 這張真的是3月5號拍的嗎 那個時候證件照 都是存在光碟裡面 法院就將光碟送去調查局鑑定 結果發現照片的檔案並不是原始檔 是有經過修改的 所以法院就覺得 你這個邏輯退回去 你不能說拍攝日期一定是3月5日 有可能是林金貴是在更早以前拍攝而成的 這樣乍聽之下還蠻有道理的 所以林金貴案發當時是短髮的鐵證 似乎又被推翻了 然而峰迴路轉 在2022年的8月30日出入了最新判決 這次的法院又跑去照相館問的更仔細 這相館老闆就說 對這張照片的拍照說法就是我拍的沒有問題 那老闆的習慣是 那天的拍攝日期會寫在光碟外面的包裝上 也就是確實就是2007年3月5號 那為什麼調查局說這不是原始檔案呢 這是因為老闆有修改照片 因為照相以後一定會經過去備、調光、修整 最後儲存為新的檔案 所以當然就不是原始檔 至於有沒有可能長髮修成短髮 高雄市攝影商業同業工會就說 如果有留長髮的民眾跑去拍照 沒有一家照相館會後製修成短髮 一定會叫你先理完頭髮你再來拍照 露出耳朵吧 絕對不可能 所以最新的判決結果就是 林金貴無罪再次還他清白 總結來說 什麼樣的人最容易被冤枉 做冤獄呢 就是有前科 像林金貴這樣的偷切官犯 法官很容易未審先判 可是沒有做的事情就是沒有做 檢警在他身上就是沒有找到槍 他也不認識計程車司機 車上也沒有他的指紋跟DNA 3D人臉辨識技術也認定監視器的影像拍到面容 很有可能就不是林金貴的 還有林金貴有通過測謊 所有的指認他犯罪都是具有瑕疵的證實 比如說有記憶污染啊 還有指認程序的問題 不過這個案子還沒有結束 檢方還可以繼續上訴 那我看了歷年來所有的判決說 我想真正的兇手另有欺人 這個人還逍遙法外 做了10年冤獄的林金貴 是司法體制的受害者 但是誰又可以還計程車司機與他的家人 一個真相 就近那天深夜 在夜裡狂奔的長髮男子 他到底是誰 沒有人知道 補充說明為了避免案件解說過於複雜 我有做簡化 如果對案情有興趣 可以找出判決書來看 有關冤獄的懸案 裡面有很多的法律知識 因此相當難做成影片 我已經把腦力燃燒殆盡了 如果當中有錯誤的法律用詞還是什麼的 就是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指教 謝謝 謝謝 謝謝